我们就讲到时间管理的时候 目的是应该成为一个好的习惯 我非常强调好习惯这三个字 或是健康习惯这四个字 因为当我们真的能够把应该做健康的事情 成为我们生活人生的习惯的话 就是健康习惯 我们的秘诀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秘诀跟我的经历 真的我分辨清楚什么是我的目标 先后次序 然后什么是灵魂体所需要照顾的 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些的我的建议 我的经历 然后这样子成为我的健康习惯以后 这些都是什么 是第一第二第三还是第四个象限 都是第二的 都是重要 而且在不紧急的时候 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 如果我把好的应该做的事情成为习惯以后 我就没有时间去浪费在Q3跟Q4的地方 而且呢我就主动的 特意的往我的目标 先后次序 先都做好这个健康习惯的时候 我就不会有这样那么多紧急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操练 也是我们的目标能够 这样的话就提高我们的效率 减轻我们的压力 就觉得有一个很愉快跟标杆人生的满足的满足感 这样你的能力呢就能够很卓越的去发挥 而且你做的事情是能够你享受的 是你所热爱而且你很专长的 那些都是秘诀 所以我们的管理时间呢 不代表是说你做很多事情 就代表你管理时间好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 每个人做事情的速度也不一样 所以呢神有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说 有给我们一千两银子的 两千还是五千的 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 他做那么多我做那么少 不要跟每个孩子不同的能力 做事情的速度来比较 要接受跟接纳 管理好时间不代表做很多的事情 是代表你做对的事情 用对的方式 而且管理时间也包括 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 我们刚已经讲了对不对 第三跟第四个上线的 我们就不要多做 所以管理好时间不代表很忙碌 管理好时间也包括我们李牧师说的 能够坐下来跟家人享受我们休闲的时间 管理好时间也包括我们有时间去休息 散步 欣赏神所给我们创造美好的世界 大自然 最近我跟先生特别喜欢看到鸟 因为我们家后院很多的鸟来 然后我们就看一些的介绍电影 说这个鸟是怎么样的 是很有意思 所以很多你要按着你的目标 在乎你的夫妻关系 在乎你跟孩子的关系 重要的话 有没有把你的时间先后次去分配出来呢 有没有因为他们比较重要 你就会牺牲其他的事情 不去做而去照顾他们呢 最近刚刚礼拜四 我就把我其他的事工的事情都改了时间 让我跟先生呢 就可以一起去北边 去买一些很特别的食物 跟一个蛋糕 回来庆祝我儿子的生日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这个是你要特意把你的时间 怎么去安排于你的重点 重要的目标跟先后次序 所以我们下面就会讲到说 怎么明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怎么分清楚我们的先后次序 然后不只是work hard 埋头苦干 而学会怎么work smart 好好用对的方式来去做 这样就更有果效的 能够也能够抬头仰望神 跟抬头来认识其他人 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非常实际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说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包括我们所吃的 所喝的就是我们的柴米油盐 都是可以荣耀神的 所以重点你在做的时候 有没有介入到神 经历到神 有没有看到神的介入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士 Brother Lawrence 大家听过吗 他写那本书叫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怎么去操练与神同在 他是一个修士 然后在修道院当中 都是扫地 柴米油盐 可是真的就在这样喝或吃或喝的时候 他都经历到神的同在 同样的我们无论在工作当中 无论在家里做饭 无论是跟孩子互动各方面 有没有真的是荣耀神呢 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呢 下面我们看菲律比书 我们都很喜欢也很熟悉的经文 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 弟兄姐妹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响 所以当我们在看 我们的时间是怎么管理的时候 虽然过去或许有很多的误差 有一些的误区或是一些错误 我们要学习忘记背后 所以我们跟时间不要对着干 我们要想到时间呢 有三个朋友 有一个是昨日 我们回想昨日 不要觉得很后悔 我们要忘记背后 可是在昨日当中学会 有什么犯错的 能够重新再来 要向着标杆直跑 时间的第二个朋友呢 就是今日 我今日很多事情要做 不要为了今日很多事情来 要做就觉得很无助 很忙碌 很忙乱 而是今日要做的事情 要好好的去管理 一步一步按照我的目标 先后持续去策划 那时间的第三个朋友呢 就是明日 明日我们好像觉得 不晓得明天如何 会不会觉得忧虑 不晓得要去哪一个学校读书 不晓得去哪一个工作 还是很多明日 这个疫情到什么时候 又有这个variant出来了 很多的担忧 我们要为着明天来担忧呢 还是可以知道说 我不知道明天如何 可是我知道神掌管明天 我们都喜欢唱那首诗歌 所以怎么把明日交给神 知道神会掌管的 然后把今日好好做好 也把明日所知道的去策划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时间 一起做时间的主人 来向标杆直跑 不是跟时间来对着干的 那我下面呢 介绍一个概念 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平衡 而是能够怎么兼顾到 什么是重要的 我很高兴找到这个图 让我看到人生很重要的 怎么去所谓分的先后次序 当然我们就说 这些都很重要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基本 跟基础呢 都应该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找到这个图很可爱 刚刚也是黑头发的 就是我常说觉得 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职场 family跟firm 就是我们的右脚跟左脚 不是吗 我们大部分人生的时间 每天白天清醒的时间 都是在主要工作当中 跟我们的家庭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左右脚 那可是呢 我们的骨干很重要的 我们的骨干要很有支撑力 是靠着我们的信仰 Faith 跟我们的Fitness 健康 我们的身心灵 好好照顾到自己 先跟我们和神的关系 健康建造好了 然后我们有好好的照顾自己 Self care 我们下礼拜去讲到 怎么好好照顾自己的灵魂体 这样呢 就有足够生命力 有足够的坚强的骨干 来去兼顾我们的右脚 家庭跟左脚直肠 我们的手呢 我们的双手呢 就是我们的团契 怎么去服侍别人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主耶稣的爱 主耶稣的手眼跟脚 来去服侍教会 所以不要把服侍呢 代替成为我们的骨干 服侍不是我们的骨干 我们的骨干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这个图呢 就让我们去清楚明白 应该怎么安排我们的先后次序 跟我们的目标 而当然我们要在工作的时候 也知道融入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也是我常常很多的课程 跟讲座所讲的职场使命 就不会说跟我们的信仰分割 所以这五个F呢 就是最基本的 让我们知道先后次序 那其实我十月份有一个课呢 就讲整个七个F 所有整个人生当中 七个F的整全使命人生 刚已经介绍前面的五个 然后还有下面的呢 有的财务啦 我们的经济 然后还有我们的娱乐 Finance跟Fund 所以这七个当中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 怎么去好好管理 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卓越的职场 扎实的信仰 丰富的人生 来建立而兼顾到 我们全方位的生活 这七个F 因为Elaine老师刚刚把这个 我觉得这time management 跟这个生命的成长连在一起 实在太有趣了 那我以前在TI 在每一个每一季 我都跟我的同工们 跟我的那个职员们讲 就是说第一件 它的priority就是Face 第二个priority就是Family 第三个priority才是你的job 可是我相信 很多家庭出了问题的 都是反过来的 就工作第一 我没有钱 怎么去养家庭 然后第二个就维持家庭 最后有时间 我们再去教会 读出圣经 那就忘记了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完全是一个生命的 Foundation问题 我最近感谢主一个 算是启示吧 我就在想 所有的基督徒 离开世界的那一刹那 就是我们的灵魂 离开我们的身体 最想见到的是什么事情 最想见到就是 哇 原来圣经所有讲的都是真的 对不对 一点都不差 可是这件最美好的事情 一发生以后 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件 最忏悔的事情 哎呀我圣经都没有去 神是真的 但神教我做的事 我都没有做到 难怪 OK难怪 然后将来呢 进了天堂 可能也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完美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建立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花时间 按照仪然老师讲的这个牌里下去的话 我们将来就会后悔 后悔很大 而且那过去在世上的 所有的后悔做错的事情 都是不能弥补的呀 都是不能弥补的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破碎不能弥补 父亲的关系破碎不能弥补 仇恨不能弥补 那我们在天堂上要有什么 要有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的考虑一下 整个的大局 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高兴 圣经所有讲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会不会后悔 神要我做的 主耶稣要我做的 我都没有做 我是追求了工作 我是追求了物质 我没有花时间跟我的孩子 跟我的妻子一起在属灵的道路上成长 所以这个标杆是很重要 标杆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 每一天回忆一下 我今天花了多少时间 做了多少事 是为神的荣耀而做的 刚刚这个宜连老师讲 所以我们人生的标杆而做 这个一点也不难 你就写下来就是 然后给自己打分 50分 30分 10分 0分 还是100分 假如每天都有这个纪律的话 我想神会大大的注入你的家 谢谢 好 所以这四个上线 我们就学会以后 我们就请西西来 读这八个问题 看看你的时间是 回答这八个问题当中 是怎么样的评估自己呢 是评分 很不同意 1 还是非常同意 你就把你的数字 可以在听西西读的时候 把自己多一个评分 然后看看你的分数 跟你的回应是什么 请西西帮我们读这八题 好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问题1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重要而且需要立即关注的活动上 例如危机 紧迫问题 截止日期将至等项目 你可以选1到6 同意不同意 2 我总是 我觉得总是到处救火 不断处理危机 3 我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时间 4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虽然紧迫 但与我的第一药物 毫无关系的事情上 诸如无端的干扰 不重要的会议 非紧急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5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物上 例如做计划 准备 繁范 改善人际关系 恢复和修整 6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繁范的工作 强制性的习惯 拉起邮件 过多的电视节目 琐事和玩游戏上 7 我觉得由于繁范得当 精心准备和周密计划 一切由我掌控 8 我觉得自己总是 在处理对他人重要 但却对我并不重要的事情 谢谢 大家都已经有答案了吗 都有一个概念 知道你是分数怎么呢 那当中 有其实呢 有两个是正面的 第五跟第七是正面的 如果除了第五跟第七 你其他六项的分数都是 往高去的话呢 就是我们 反思自己所需要改进的地方 也是我们今天跟下礼拜 会有一些 更好的建议给大家的 那第五跟第七 也是我们要往这个目标去的 怎么好好主动的策划 明白我们的先后次序 我们的目标 然后很重要的 就是人际关系 就是看到人比事情重要 当我们有好的关系呢 就没有关系了 请来点赞订阅 on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